男子酒駕被攔下 袁警對男子宣讀權利和義務 但男子一副無所謂樣子 說自己剛吃完薑母鴨 拒絕酒測 袁警當場開出36萬元罰單 因為他前一天才被抓到酒駕 拒絕接受酒精濃度特殊水 我真的在接受一下 我真的確認過而已 沒關係 處新來幣18萬元罰款 並當場一直保管你該車 就是你這台汽車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南港派出所 警員謝嘉瑞、徐哲苑 日前執行巡邏勤務時 借一輛自小貨車在南港區市民大道八段 與中南街口逆向行駛 隨及藍庭盤查 當駕駛搖下車窗時 車內散發出濃厚酒味 男子原先表示並無飲酒 又改口聲稱剛吃完薑母鴨 當警方要對男子進行酒精濃度呼吸測試 並告知實施酒測相關權利時 男子當場表示拒絕接受測試 此次因為交通違規被警方攔查 鄭南再次拒絕接受醜測 警方祭出高達新台幣36萬元拒絕酒測累犯的罰單 並當場一致保管車輛 並告發鄭南未一順向行駛交通違規 南港分局提醒 酒駕處罰新制以修法實施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35條第5項 汽機車駕駛人 於10年內第二次違反第4項規定者 處36萬元罰還 當場一致保管該汽機車 吊銷其駕駛執照 吊破汽車排照兩年 即是以道路交通安全講席 公路主管機關得公布其姓名 照片及違法事實 請民眾切勿以身釋法 心存僥倖 酒駕除了傷害荷包 更將陷其他用務人 於巨大死傷的風險中 因為交通違規 被警方攔下 一查才發現他又酒駕了 警方祭出重罰 開出36萬元罰單 吊扣駕照 吊銷牌照兩年 還要上刀案講席 真的是得不償失 記者黃紹明台北報導 吊銷台幣18萬元